此皇帝大手笔,他所建的功臣各个堪比其技,国家几百万人为其劳作秦始皇陵,秦始皇陵是古代帝王秦始皇的陵墓位于陵同县,东面五公里的离山地区陵园的修建近虎,伴随着秦始皇的一生,自他继承王位起陵园就开始修建,一直至秦二世二年方才完工,前后共约三十九年秦始皇则在位三十六年, 沙丘并是时离秦始皇进宫,还有两年时间秦始皇,名为嬴政中国第一位皇帝,功继千秋万代,传颂是我国人尽皆知的历史人物,公元前二四七年,他在十三岁继承王位,为秦国名义上的君主,不过由于当时嬴政年幼,实际政治权力由相邦吕不韦,控制嬴政即位之初就着手准备零元修筑之事, 前期工程由吕不韦督造负责,后因牵扯召击案件,吕不韦被放逐,零元督造人多次辗转最终,由李斯负责零元收尾阶段秦始皇定逝时,零元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待其下葬后, 对存放官国的地宫进行填土封灵有记载,其地面的封土堆高达百米战地约为五个标准足球场,其实古代帝王生前建灵,并非秦始皇首创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生前造灵的观念就已经形成, 向赵宿侯即位后,给自己修建的灵墓,耗时长达十五年,中山国王的灵墓同样是生前建造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可知秦始皇生前修建, 皇陵只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过,他还是对此进行了部分改动如,把修灵时间提前到即位之初,建设大型地宫等,在一系列高要求之下, 零元耗时三十九年,初期征兆劳工七十余万人期间,经过多次轮换,总计人数高达两百万左右,占全国清壮年人口的十分之一。 可以说,秦始皇陵是一项繁重浩大的工程修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初期阶段, 这个阶段从嬴政即位起至建立秦国共经二十六年,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这一阶段对于秦灵的修成,至关重要它构筑了主体框架,奠定了灵源的规模与格局, 为未来皇陵的建成,打下了坚定的基础二,中期阶段, 此阶段时间由秦朝建立至秦始皇三十五年,总计号十九年代这期间, 灵源修建进展迅速参与修建的劳工囚徒,最高有七十二万之众,基本完成了主体构造。 三,收尾阶段秦始皇三十五年,至秦二十二年底主要工作, 就是对陵墓封土地下工程已经完成值得一提的,是陵源收尾阶段, 秦朝民间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陈胜吾广接干而起,一度率军攻至细水地区, 距离陵源仅有数理之后,秦朝紧急调集陵源周边军队抵抗, 至此皇陵工程,只得草率进攻尽管如此,并不影响秦陵对于后世的价值根据资料。 可知秦始皇陵,占地约五十七平方公里整体呈现出,方形规模庞大设计, 完善内部构造极其复杂如从外部远眺,可看到陵源内有一座小山丘, 这是地宫之上的风土堆下面造有秦始皇官果, 风土堆位于陵源正中处地宫,则是陵源的核心, 构成部分秦陵的地面建筑早在秦末时,便被项羽附之以具, 如今仅剩以指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地下偌大的陵源表面普通, 地下却有一座气势辉煌,的工程布局规律设计完善记忆精湛令人惊叹, 秦陵总体可分为三部分即内城,外城,外城以外区域内城的核心, 就是以地宫为主,使学界普遍认为地宫象征着咸阳宫, 而陵源,则象征着秦氏都城咸阳可以说, 这绝非空学来风,而是有所依据的吕氏春秋, 哀死篇曾真,对当时后藏之风指出, 是之为修隆,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是雀庭, 为宫氏,造兵座也若都义, 这里就说的是陵源的内雀庭, 宫氏等建筑比若都义写秦氏皇陵地内城与外城之间, 密集分布有诸多功能设施如寝殿,变殿, 寺元历史还有宫皇帝出行的城余有联用的院友等, 这些建筑设施与咸阳城中的布局极为相似无不证明, 这就是仿照咸阳而设计秦陵博物院院长侯宁斌曾言, 整个秦始皇帝陵的设计和规划, 它实际上是依据当时的都城秦咸阳城的格局来设计的中国古代有一种, 理念叫做是死如是生, 也就是说,它生前有什么东西那么死后会将这个东西翻版到地下陵园的建造, 基本就是依照这种说法的, 目前为止陵园的整个覆盖范围约有57平方公里, 在这个范围内有象征秦朝政治权利的咸阳宫, 它对应的陵园位置是地宫与风土堆同时, 也有象征城市格局和当时的官府机构, 以及皇帝的生活娱乐的场所都有所呈现, 从陵园设计的意图来看秦始皇, 显然是不舍秦始江山, 哪怕死后也要建造一个地下咸阳, 可见秦始皇陵的布局, 基本是按照舒草母以向山的思想, 构造了一个微缩版都城, 以便在地下世界延续秦始皇的帝王霸业参考资料, 其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探讨, 于是春秋安死篇。